你怎麼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直以來都覺得 藝人一個社會責任 然後要負責傳遞正能量 好的訊息 跟溫暖的事情 像前陣子我自己去淨灘 就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比起自己半生日 一堆人來幫自己慶生 要來的有意義是多了 那我覺得像這一次呢 這個台北有這個HOT 把這個 因為我們最近呢大家都 被科技給綁定 那距離呢 雖然科技越來越進步 但是距離好像有點越來越遠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主題非常好 就是讓人跟人之間可以拉近距離 你知道嗎? 哥們的擁抱會不會 我們來示範給你們看 好 你示範示範 那那個 就這麼簡單而已啦 你也太簡單 好 哥們有抱 哥們有抱 那大家可以拍一下 拍一下 那當然啦 是 這個哥們有抱我想記者 攝影大師 攝影大哥們應該不喜歡 刀 石 頭 布 你看 我都知道 等一下等一下 你可以嗎 因為我 我沒有那麼瘦 你看他的焦啊咖 我怕你 膝蓋受傷 應該可以了 可以可以可以 要先那個 總是要試試看嘛 你都說了 你都說了 好 比比 麻煩你了 好 那你們兩位自己那個 好 你也可以 公主抱 好不好 好 三二一抱 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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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比陳宇安重很多 所以第一宿定其實是很會公主抱 好 好 來看一下 哈哈 哈哈 他們在問 哪一臉比較帥 超可愛 喔 耶 好好好 好 歡迎來到 閉眼抱公主抱現場 好 今天 想必在新的一年 如果可以有來一個特別的公主抱 你也會幸福滿分 溫暖加倍 好不好 超過 美貓 唔 背